在社交网站上拥有百万粉丝追随的黄阿玛的后宫生活 堪称是全台湾最红的猫咪 很多粉丝都会说 每一次看到这些后宫的主子们喵喵叫 都充满了疗愈效果 非常解压 带领七位后宫成员的两名奴才志明与狸猫 在2013年开始为黄阿玛设立面子书粉丝团 一开始只是纯粹想要记录主子们的生活 但没想到却无意间开启了黄阿玛和后宫的爆红之路 一开始也都是 自己的亲朋好友家 对 而且也没有每天在发文 就是偶尔拍到好看的照片就发上去 直到开始有一天发现有陌生人来按赞了 来留言了 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有他们的粉丝了 其实是蛮开心的啦 就是有别人赞赏你的小孩的感觉 你会觉得好可爱 对啊 我也觉得可爱 就是很骄傲的感觉 有共鸣的感觉 对 有种骄傲就觉得说 对啊 我的猫很可爱这样 在网上引起热烈回响的 无非就是七只猫卖力演出的猫版后宫甄嬛传 我有无聊就是拿手机或是相机记录那一段过程 然后我就想到 他们很像真的在讲话 他们很像真的在对话这样 然后我就把它加入 当时我在看的一部剧是那个 后宫甄幻传 我会把一些经典台子加进去 说你不要争我的宫女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把它加上去编一个影片 两人甚至还会根据猫咪的反应和猫咪对话 揣摩猫咪的内心世界 给每段影片添加灵魂 甚至还有网民认为 他们真的听懂猫言猫语 我觉得每一个四组 如果你够了解你的猫或狗 然后你跟他们熟悉一段时间之后 你真的可以知道他们在叫的时候 每一个语气或者是每个时间点叫 它的不同的含义真的是 你会分辨得出来 比如说阿玛最常被他抱着的时候 然后在那边大叫 他其实每一句话我都可以把杰鲁村 就说不要再抱我了 对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我们只是可能为了影片 我们可能会再帮他上一些 更有戏剧性张力的有趣的话 七只猫上演的古代宫廷剧 不只是被制作成一支短片 这些年还陆续出版了四本后宫生活日记 销售记录非常亮眼 对于志明和狸猫来说 这当中其实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呢 其实还是因为我们本身的 我们以前的专业嘛 就是我可能我是写文字的 然后他是做设计的做排版的 然后我们以前都就是在拍影片的 就是我至少我们自己是 我们是真的很了解这几只猫 我们真的把他们当成人一样在对待 其实如果是喜欢阿玛他们的人 他们就会真的很喜欢的粉丝 他们可能就是可以分辨得出每一只猫之外 他甚至都知道每一只猫的小故事 每一只猫的个性 谁跟谁不合 谁跟谁很好 这他们都可以了落指掌 那这些东西完全不是我们编出来的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平常在 就是对他们的观察 要写出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